疫情不斷延燒 对于照顾弱势儿童的育幼院 有很大影响 以中医育幼院为例 九成以上都是五岁以下 不能接种疫苗的婴幼儿 在生活空间紧密情况下 陆续传出演绎消息 近期儿童重症脑炎的问题 也是大家关心的重点 儿科医师特别前来了解 意识状况改变 幻觉 痉软开始做表现 如果说真的有这种状况 当然需要住院 或者是需要家务病房 台北四季医院 治安者病房里面 当然都有保留儿科的床位 因为都没有打疫苗 所以它的症状 如果做完起来的话 就很大一般有机医院 另外还有小朋友喜欢的饼干 海苔 台北四季医院长期关怀育幼院 知道他们的困境与物资需求 送来隔离医 快筛试剂 N95口罩 酒精 血氧机等 更关心他们的医疗照护 他染疫了以后 如果有紧急的情况 他有没有适当的医疗院所 可以赶快收容他 所以如果有这种情况 台北四季医院都可以 把这些宝宝立刻来接过来照顾 隔离医 一周大概50件以上的消耗 4000cc的酒精大约会有2至3桶 有口罩 周也大概需要50个左右 这些医院在非常艰困的时候 能够及时给我们帮助 紧急的时刻送来防疫物资 守护健康不分你我 彼此攜手度过疫情 大约新闻 黄欣燕郭家旭台北报道